大家好,歡迎收看一節的天理報告 我是劉力森 受到高空反應船的支配 本岸地區今天天理相當不錯 日間天晴陽光充沛 不過清晨時分有過一些趙月 所以普遍地區今天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看看氣溫方面 在市區的高溫今天上升上32度 新界普遍地區的高溫都介乎31至33度 特別是打孤嶺 今天高溫更加有30西度 從大範圍的衛星影像見到 受到高空反應船的支配 中國東南部以至華南沿岸地區一帶 天理相當不錯 雲量都是比較少 不過看遠一點 在台灣二東附近有一個雲團 這個雲團在今天發展為一個熱帶低壓 在下午4點 它是集計在台北的東南偏東 約880公里 預料是移動緩慢 相信在未來一兩天 仍然會在台灣二東一帶徘徊 不過大家如果在未來幾日 要到台灣旅遊或者公幹的話 都要留意當地天理的變化 看回天理方面 我們預計在未來幾日 仍然會受到公反應船的支配 所以天色方面仍然會不錯 有陽光 到了周末和下周初 我們預計會受到大陸氣流影響 天理會變得比較乾燥 至於今晚和明天詳細天理預測會是這樣 若它將會是大致天晴 明天初時局部地區會有趙雨 日間天氣酷熱 氣氛方面將它介乎28至33度 風方面吹和緩的冬至冬北風 只望看回最後幾日 將會是天晴和乾燥 看來未來幾日的天氣都會不錯 有陽光 不過天氣都會幾熱 所以大家出外的時間 既緊任多些水 亦都避免長時間曝光在陽光中以免中暑 好了 這次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